第35章 后来淋雨的奶奶有来学校招魂 听说法师招了很久都招不到魂 这件事很快在校园传开 学生们纷纷的表示不敢来学校上课 也有很多家长抗议 指学校处理事情的态度消极 校长在诸多的压力下 不知从何得知 施仲坤是有名的抓鬼师 便叫老师请施文琪跟李瑞颖去校长室 说想聘请施仲坤来学校做法事 好让淋雨的奶奶顺利的完成招魂仪式 施文琪随即的拨电话 让施仲坤来学校 施仲坤和校长聊过后 想先去看命案的现场 当施仲坤和施文琪李瑞颖来到现场时 李瑞颖非常的不舒服 耳边不断的传来哭泣声 他难受的蹲下来 施仲坤和施文琪紧张的学问李瑞颖怎么了 但李瑞颖的脸色惨白 紧咬下唇 施仲坤一见 说不能再待在这里了 先回去 背起了李瑞颖 喊施文琪快步离开 到了家 把李瑞颖放在床上 李瑞颖双眼紧闭 额头不断的冒出冷汗 施文琪拿温热的毛巾擦掉汗 施仲坤站在床前不断的念咒语 但李瑞颖却没有好转 阿里和学破也赶过来看 学破伸出手停在李瑞颖的头上探查 说他在做梦 那个梦的气息极其凶险 他们最好别动李瑞颖 施文琪焦急的问李瑞颖什么时候会醒 学破也不知道 说他去请牧城神尊跟父王回来 阿里留在这里保护他们 便匆匆的离去 过一会儿 牧城神尊跟林圣邀往现身的在床边 伸出手而解救李瑞颖 李平跟周天琪学破也跑进了房内 李平难过掉泪 说早上不是还好好的去上学 怎么下午变成这样 施仲坤自责不已 说他不该带李瑞颖去淋雨的命案现场 那么他也就不会昏迷的 周天琪说他之前去上吊自杀的地方也没事 怎么这次会 忽然想到大山早上说过的话 跟大家说 大山查到淋雨的魂魄 还停留在原地 但没鬼敢靠近 因为淋雨的怨气很深 现在已变成魔物 施仲坤说 怎么可能会这么快变成魔 除非是有人帮助他 难道是洪旭 决破说有可能 洪旭现在躲在暗处 想方设法报复他们 该死的花妖被老子抓到 一定砍死他 这时领圣妖王跟牧城神尊停下施法 领圣妖王说已护住了李瑞颖的心脉 只是人还不能醒来 要醒来只能靠他自己 牧城神尊对此状况也无能为力 李瑞颖的原神现在被梦境包围住 他俩根本无法切入梦中救他出来 阿里认为事态严重 得叫清选快点回来 决破觉得不可以 天地才走 清选这时离开明界 万一被他知道 难免会心生怀疑 可阿里担心李瑞颖会有个万一 决破倒是很相信李瑞颖 说他是坚强的人 一定能顺利的度过这一关 于是他们守在床边等候 一直等到晚上八点多 大家肚子有点饿 正讨论谁留下时 李瑞颖差时的惊醒过来 大家关心的问他 没事吧 身体有没有哪里不舒服 李瑞颖静默了一下后 然后伤心的嚎啕大哭 第36章 李平根施闻起 擦拭了李瑞颖的眼泪 问他怎么了 李瑞颖哭了一会儿 才说他梦到铃鱼 铃鱼他在那个梦里 他看到铃鱼被三个女生 拖去垃圾车那里欺负 其中一位瘦高型的女生 拿着烟蒂往铃鱼的手背烫去 烫完一个又烫下一个 铃鱼痛得不敢叫出声 因为瘦高型的女生威胁他 要是叫出来 他会找人去殴打他奶奶 并说知道他奶奶都在哪里捡回收 所以铃鱼咬紧了牙根 不发出一点声音 可受高型的女生不满意 指使了其他两名女生 把铃鱼推进去垃圾车内 笑他是垃圾 要他待在里面不能出来 可怜的铃鱼在里面待了很久才敢出来 一个人躲在角落处哭泣 另一个画面是他陪奶奶捡回收 来到了李平妈妈的店门外 李平妈妈端了蛋糕跟咖啡要给他们吃 铃鱼和奶奶就坐在外面的椅子上 开心的吃蛋糕 奶奶心疼的帮铃鱼擦汗 说这么乐 把外套脱掉 伸出手要帮铃鱼脱外套 铃鱼紧张的拒绝 说他有点冷 还是穿着吧 奶奶见铃鱼这么坚持 就不勉强了 要铃鱼吃蛋糕 两人有说有笑 画面又转到另一个傍晚时刻 铃鱼又被那三个女生欺负 受高兴的女生质问了铃鱼 是不是跟老师说 不然老师怎么会叫他们去问话 铃鱼说没有 不是他 受高兴女生不相信了 拎着铃鱼的领子 狠狠的甩铃鱼几个巴掌 铃鱼默默的承受 不敢吭声 一副受委屈的模样 让受高兴的女生 更加生气的推倒铃鱼 铃鱼要跌在地上时 邓傲有一根木条 木条上还钉着一根长长的铁钉 铃鱼倒下时 头重重的落在木条上 当场吐血身亡 那三名女生 直到自己害死人了 情绪慌张的说该怎么办 结果受高兴的女生说 不如把她弄成是被人强暴 这样就不会有人怀疑她们了 其他两人也认同了 上前脱掉铃鱼的衣服 受高兴女生怕这样不像 竟拿了拖把往铃鱼的下体捅去 并叫那两人把铃鱼的尸体跟衣服丢进垃圾车内 然后用拖把挪动了垃圾 掩盖铃鱼的尸体 做好一切后 随意的扔掉拖把 其他那两人不安提问 这样会不会被人发泄 受高兴女生说安哪 每天早上都会有车子过 在垃圾车回去处理 等被人发现时 尸体早就腐烂了 警察要查 也要一段时间 明天他们赶快办理休学 逃离这个地方 他爸爸在美国有栋房子 他们先去那里避风头 三人对这完美的计划 感到很满意 殊不知在他们走掉后 一个角落处 有一名女孩蹲在地上 全身赤裸 手环住了双脚 唾弃着 抬起头 是一张布满血泪的脸 那人正是死去的淋雨 听完李瑞颖的描述 众人愤恨不平 说人心险恶 却没想到丑恶到这种地步 那该死的三人 一定要揪出来受刑 才能对得起死者的冤屈 牧城神尊说 原来困住他的梦境 是冤魂受害的过程 施仲昆说怎么会 他身上有驱鬼符 鬼根本不敢靠近他 牧城神尊悔 鬼没有靠近他 只是利用磁场 令身体敏感的人不适 在趁身体虚弱时 把身前受害的画面 以梦境的方式告诉对方 讲解由对方 传递他枉死的事 怪物的清旋与他投远 原来命术 做了这巧妙的安排 林圣妖王也说好 这样清旋兼上的责任 也有人帮忙分担了 他的确是他的好助手 施仲昆也说难怪 那些鬼魂只愿意跟李瑞颖讲话 原来他的使命是要帮亡魂出生 这样也好 但阿里说这是太严重了 得赶快跟清旋说 不然鬼变成魔 危害世间那就惨了 与弊 人就消失不见 李平问李瑞颖 有看清楚那三人 长什么模样吗 李瑞颖说他只看到背影 没有看到正面 李平说可惜了 第37章 施文请回想起李瑞颖刚才的话 有一个很重要的线索 就是那三个人预备休学 可现在休学也能线上申请 这样要怎么查 如果不快点找出来 只怕那三人早已去国外了 正当大家苦恼时 施仲昆的手机响了 施仲昆拿起手机看 上面显示了张警官的讯息 打开一看 张警官想跟他讨论领雨案件的事 施仲昆惊了跟大家讲 机会来了 他现在就去找张警官 跟他讲李瑞颖梦境的事 李平问 警察不是都相信证据或者科学 凭一个梦境 他们会相信吗 施仲昆回 那位张警官 是上次伴依上吊自杀案的人 他对鬼神之事 非常的敬畏 也深信这世上有鬼 不管如何 只要人帮领雨 他都要去试一试 施仲昆跟雪霍也说他们也要去 可施仲昆怕李平他们在家会有危险 牧城神尊跟林圣妖王说 有他们在 放心吧 大家说好后 各自的行动 李瑞颖说他有点饿 李平去煮面给他吃 周天起也跟过去了 牧城神尊跟林圣妖王见李瑞颖没事 就说去楼下下棋吧 牧城神尊认为在李瑞颖的房间下好了 免得出差错 李瑞颖说不 他等等吃碗面 想睡一下 怕会打呼 影响他们下棋的兴致 但心里想说的是 牧城神尊只要对异输了 就会翻桌子发脾气 那他还能睡吗 所以牧城神尊跟林圣妖王 只好移到客厅下棋 李平煮好面 端上来给李瑞颖吃 李瑞颖吃完后 说自己有点累 想睡觉 李平说好 要李瑞颖记得 说完雅再睡 放心的和周天起去罗室 李瑞颖生长了身体 准备下床时 突然飘来一阵异香 李瑞颖闻了闻 说好香啊 接着晕倒在床上 一个黑影从窗户外跳跃而进 一把抱住了李瑞颖 快速的往窗外逃走 当阿里庚清雪 火速的赶来李瑞颖房间时 却发现房内空空无人 阿里立马冲去一楼 问李平他们 清雪缓缓缓的走到床边 看到床上有一半鲜红色的细长花瓣 愤怒的手握紧拳头 牧城神尊跟领圣邀网 骗萨儿出现 说李瑞颖不是在房间 怎么可能会不见 而且他们一直在楼下 没感觉到异常 李平跟周天琪冲进来 惊慌是做了喊 李瑞颖怎么会不见 他去哪里了 阿里先生在清雪旁 清雪说是红旭带走他了 居然能在神尊和妖王的眼皮下带走人 看来他挺把握时间修炼法术 接着清雪手腾空的打击手势 霜掌朝天 一道光显现出来 并化作小光芒 消散不见 做完后 告诉李平 他下好了结界 他们在房子内会很安全 但李平忧虑李瑞颖的安全 周天琪说 红旭带走李瑞颖到底想干嘛 清雪回不知道 但这片花瓣 会带他们去找红旭的 便在花瓣下的咒语 花瓣立即的往一个方向飞去 清雪跟牧城成尊 领圣邀王 还有阿里 随即的跟上